今年呢跟一些年轻的朋友 就是时代少年团 然后刚好呢 今年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 所以选上的也是一首跟回归有关的歌曲 里面有粤语也有普通话 那我就代表粤语了 那么我知道您其实和时代少年团并不陌生 那这次和他们合作有什么新的感受呢 他们还是那么乖 非常非常非常的有义德 很准时 刚才在舞台上表演的怎么样 因为我听到音乐嘛 录了很多遍 给我们介绍一下 委婉的透露一下 第一就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因为我能够在秋晚的舞台唱粤语 特别是在这个中秋的晚会 中秋就是说团圆 然后想家人 因为我是在中国香港出生 所以一唱粤语那份感情 老家的感觉就是特别感动 所以我非常开心 然后也跟时代少年团的弟弟们配合得很好 他们唱同一首歌 两种就是一个粤语跟国语版 两个版本的时候 就感觉就是 跟同源的那种交流 我当时可以给祖兰们透露一下 在今年的秋晚上 胡夏和李克勤老师合作的也是一首乐语歌曲 但是我还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 和这样的少年团合作有没有压力呢 少年团 少年团其实特别兴奋 因为 是您兴奋还是他们兴奋 我自己很兴奋 他们也是好久没见了 比如说我们在后台刚见的 都真的想一想两年了 然后虽然时间不多 但是也简单交代了一下 这两年发生了什么 这样子 所以还是 虽然是那个弟弟们 但是还是老朋友 然后看到他们 跟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 有那么多的互动 然后很多亲爱的观众 喜欢他们 我也提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也从后台他们的表现 因为不是在我面前表现吗 对不对 他是在隔壁的房间 在自己练 这些是观众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反而是更真实的 他们 然后我觉得他们值得 对那么多的朋友喜欢的 阻拦是从另外一个视角 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努力 非常的坏 好